弟姐妹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 一起低头祈祷 预备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 聆听神自己的说话 主耶稣 我们多谢你自己的恩典 让我们来到你圣殿的当中 让我们不单身体来到我们的心灵 也来到你宝座的面前 你创造我们 你认识我们 就愿你按着你的话语 施下你的帮助 让我们能够在你的话语的当中得力 我们恭敬将以下的时间放在你恩兽的当中 完成灵语我们讲话 我们恭敬祈祷奉耶稣的圣灵 今天我们就会看诗篇131篇 诗篇130篇里面让我们能够体会到 如何帮助我们的信仰有所提醒 人生的里面 我们很想我们的人生都是开心 你想不想你人生充满了喜乐呢 如果有人问你 你人生最喜乐 最开心的是哪一段的时间 很多人有不同的答案 当然你不会说你老的时候 你这么年轻 很多人有不同的想法 你试想想你人生最开心的是哪一段时间 很多人给一个答案 就是人生里面有做小孩的时候 出来拼搏的时候 有些退休的时候 有些人说我人生最开心的是小孩的时候 什么都不用想 什么都不用想 不用担心 最重要是做小孩的 没考试之前的时候 你想想你去幼稚园做什么 你去玩而已 人生越大 越来越多 怎么会麻烦的 可以啊 你不会考试吗 就想去考试吗 不会啊 是他现在才喜欢读读 Most people don't like exams 是确实 你爱不早考试吗 你喜欢考试吗 你喜欢试吗 考试这高分也不紧意 越大的时候有很多的事情要去烦工作 不是工作的内容是工作人事的问题 可能也会很烦 很多家庭的事情我们会很烦 我们前路 但告诉你到这么上下的时候 你又不是烦这些的了 你又烦你的三高 你又烦自己周身骨痛 你有很多的身体上面的烦 然后你就知道之前那些事情其实很烦 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人生 做小孩的时候最开心 如果你问大卫 刚才诗篇一笔三一篇就是大卫所写 一个皇帝他要什么有什么 在圣经里面给我们认识大卫也很有能力 但是大卫在诗篇一笔三一篇里面 去否释到人生里面有一些东西很紧要 有一些东西去处理 处理了过后那些东西都不是麻烦 他回顾的他想回人生里面的时候 人生最基本的东西 如果我们守着人生就是这么简单 诗篇一百三一篇是诗篇上行之诗其中的一篇 上行之诗是讲到人生的历程里面希望不断向上行 所以诗篇一百三一篇的时候大卫是让我们了解到 我们人生怎样可以向上行 有大卫经历一样如果可以用自己的方法 他可能自己阻挡又想着 就会很容易用不择手段的方法去满足他一己的肆肉 他可能得到他所要 但是换来是另外更大的和患或者一些困难笼罩着他 几个图也是这样 我们人生面对很多的问题我们尝试尽量去搞定问题 但是我们用什么的方法 我们怎样去解决 可能那些方法可能在暂时解决了一个问题 但换来是更大的和患 诗人大卫在诗篇一百三一篇里面用一个上行致思 你告诉我人生有几样东西很重要 其实不是很复杂的 如果你能够持守的时候 你的人生就会很容易很开心 无论在什么阶段的当中 你留意诗篇一百三一篇第一节 诗人说 耶和华 我的心不可傲 我的眼不高大 中大和差不透的事 我有一笔感恨 你会留意大卫是否拔到他自己的心态 他会留意他的心态不是狂傲的 他认为自己的一些成就去骄傲 他也都说到我的眼不高大 人的眼高大因为他和别人比较的时候 我好过你我就高大了 所以大卫 你会留意大卫想否释他的心态的时候 我不狂傲 我不高大 其实我心里面我保持一个谦卑的心 人生里面很容易的时候 我们很想成功 成功我们证明给人看的时候 我们是 嗯 我都知道我几简单的东西 有些人甚至可能不是那么成功 但他还有一些比他差的 他对比的时候他不是很成功 人尝试去以自己的成就去满足自己 你会留意大卫怎么说 大卫他强调第二个重点的时候 他除了保持自己的心态要欠秘 你会留意大卫他说重大我插不透的事 我都不感恨 你会留意一个皇帝他用什么 他会有能力 你会看到这个皇帝很有权能去自己征服外邦 能够拱建立一个国家 大卫他留意到能力 人生很容易我们给钱鼓励的时候 I can do it 明白 或者很容易的时候 我们从小的官司一样 我们可以做的做的做的 其实问题不对吗 可能我们都鼓励过一小孩 I can do it you can do it 但大卫看到那条路 当我们经常觉得 I can do it的时候 很容易我们将那个能力的注意力 摆在我们自己的身上 以至我们不断追求的时候 我们巩固我们自己的能力 以至我们去解决那个问题的时候 我们将整个的注意力摆在自己 以至我们失去看到神的能力 或者就算神的怜悯 我们都觉得是自己的能力可以解决 以至在我们人生看不到神的能力的时候 我们的信仰就开始慢慢去退步 或者我们的远离 像一个天平 当我们越摆自己 我们就丢了下去了 我们越来越低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一个天平 但是如果我们召回着 在这个天平的里面 我们摆在重点 摆在神的当中 第二边就会升起 而第二边是自己 原来我们很想他突破去提升的时候 我们让神在我们人生里面 扮演一个更重要的角色 一个勇士一个皇帝 他体会的他人生不是看自己的能力 而是让他的生命里面 体会神的能力 一个很年轻的人 他一开始的时候 他有一个这样的单纯的信实 当高利亚的人在骂阵的时候 他会体会 虽然我年纪轻 我可以去打胜他 不是因为我没有那么高强 不是因为我懂得脱石机缘 不是因为我懂得执石仔 我不是懂得扔石头 大卫去表达他能够升过的原因是什么 大卫说 我来攻击你 是靠着万军耶和华的命 你来攻击我 是靠你的刀枪各样的能力 我靠的是神的能力 在我的身上 大卫一开始让我们认识他的时候 他有一个这么单纯的信手 他知道人得承不是看自己的能力 而是看神自己的大能力 大卫 他来到神的面前求问 我可以攻打 还是不可以攻打 你说牧师我都会认识他 我都会求问 是啊 我们都会求问 不过 看完下一轨 大卫之后 求好多個皇帝 他們都會求問 他們很想期望是什麼 哎呀 最好神就說可以 然後先搞定他們 大衛耶利米一句道出人那種的問題 耶利米說 我們很想聽平安 平安 但根本沒有平安 原來人有一個期望 我去問東 問西 問家 問瑜的時候 你說不行 你說不行 你說可以 哎呀 這個真是平安 我們有選選 我們自己選選 我們只是期望一些對聽的事 怎麼會耶利米一否釋了很多 見到有信仰的人 他們的信心是什麼 我們知道信靠神 但等於是當我們今天來到上帝的面前 在你現在的人生 你是不是信靠著神 我不是問你 你想不想信靠神 而是你是不是信靠著神 I'm not asking you do you want I'm asking are you trusting in God 今天你信靠著是你自己的能力 還是信靠著神自己的能力 今天我們用什麼態度去對我們的信仰 你是不是謙卑自己 以至福在神大人的手當中 You're humbling yourself so you can under the power of the Lord 保羅 他人生的裏面 他都很厲害 他很有學問 他辯論的時候很出色 他人生裏面也都為神做好多的事 但他人生裏面不是一帆風術 神讓他經歷很多不同高高低低的起伏 肥立比書被譽為寶羅去講一本關於喜樂的事 所以 寶羅在肥立比書裏面講了很多關於喜樂的秘訣 去到肥立比書第四章的時候 最後寶羅講了他其中一個的秘訣 寶羅說我知道怎樣處悲賤 怎樣處豐富爆竹 或者飢餓 或者有餘 或者缺乏 我隨時隨時都學了秘訣 寶羅去瞭解到那種喜樂的秘訣 不是因為那個環境一環風術 所以如果你明白寶羅說什麼的時候 你今天可能在面對困難 你都可以喜狼 寶羅看到一句話 他說 我靠著那加我力量的凡事都能作 Paul說 I can do everything for him who gives me strength 一起讀好嗎? Let me together 我靠著那加給我力量的凡事都能作 寶羅去知道他能夠處理每一件事的時候 他學習什麼? 依靠近神 我能夠處理 當我靠著主人 不是說我可以處理因為我可以 我有能力 我相信寶羅明白究竟大衛說什麼 他依靠近神的能力以致他可以處理 所以我確實 Paul也能夠明白 神的意思 I believe God has the power so I can do everything 怎知會 在我們面對各樣不同的困難 你有看到什麼的手 是否只能看到你自己的手在怎樣去掙扎 怎樣去工作 怎樣去拼搏 你有沒有看到一隻手 是上帝的手 進到你人生的當中成為你的扶持 你有沒有去依靠這位大能的手 還是靠著我們一點點的智慧 or just rely on our own wisdom 大衛名法 they will understand 倚靠神 they will understand that we need to rely on God 倚靠那位滿有能力的神 We will trust the God that full power 在你現在你的人生 你在面對著什麼困難 當我們今天來到上帝面前 我們在依靠著什麼 讓我們能夠更新自己 再一次提升我們的信 讓我們能夠學習去依靠上帝 將你的問題射給神 不要再在當中自添煩惱 Don't worry about all these problems 你留意大衛在詩篇131篇 又繼續去否白了另一個的真理 King David also tells us another actual truth about in Psalm 141 大衛說我的心平靜安穩 好想斷過奶的孩子在他母親的懷中 我的心在我裏面真像斷過奶的孩子 大衛形容得一種的心境 一種的心境就是平靜安穩 人生裏面最期望的是平安 是一種的安靜 第二次妹妹當我們經歷煩惱的時候 你有沒有煩惱呢 你會很容易察覺得到 你睡不睡得到一次 有些人煩惱的時候 睡不著啊 睡不著就是越煩惱 越想越睡不著 越睡不著就越煩 越煩就越問題多 你睡得好啊 你睡得好啊 你睡得軟啊 如果你睡不好是因為什麼原因呢 你不是很多東西在裡面犯著 你不是好像開了一個按鈕你回不到一樣 前排 我睡不著醒的時候 我見到鮮毛坐在這裡 這個景象不奇怪 因為他經常拿著電腦還沒開已經睡了 但他那天開著電腦睡不著 但那天開著電腦睡不著 那天晚上她沒睡不著 那我說你睡吧 我都沒理會她就睡了 然後他第二天說 我不知道為什麼 哎呀 一開著電腦 想著東西 哎呀 分不著 越想越慘 人生也有很多事情煩 工作 可能生活上也有很多事情煩 我記得前個禮拜祈禱會 準備吃完飯去祈禱會吃吃飯 為什麼 在外面車的警示響呢 那出去看 那車的警示響最簡單就是按個按鈕就關掉 是吧 We use the alarms on and we just turn it off 關不了 I can't though 關不了 I couldn't 好啊 and keep the alarm keep running 唯有一個方法就是 開了一對門 進去 踏著一輛車 接著關車 希望關得到 So we try to start the car and then shut it down and hopefully it will turn off the alarm 嘩 開了一輛車 開到 但是關不了那輛車 那個引擎 I can start the car but then I couldn't I couldn't shut it down 真的睡不了 真的睡不了 不敢睡 As a result I can't sleep 我出去兜著一個 換了電 然後回來 push到架 鏡子轉生 但是裏面其實 那些鈕都閉著了 跟著 跟著 都沒辦法了 他沒有電 明天找CAA來 charge 拿去弄 ok then I let the battery run and die and then let the fun CAA fix it more 我跟著去睡覺 Then I went to bed 接著突然 一個警察 咦 會不會 車關了未 會不會 那些炭氣繼續 我在上面的房間 So we keep thinking Oh And you shut down properly Would that be any carbond outside 沒事 engin 沒有著到 是電腦的問題 Actually it's not an engine problem rather than it's just kind of computer bond problem 那些電腦不肯熄 不肯熄 直至到什麼程度可以熄 補電 我就想 如果人生裏面 我們不肯熄 就是不肯熄 不肯熄 不肯熄 不肯熄機 So similar to a lie we think we cannot shut down or rest We just keep running 左想又想走 煩又煩 and we just keep running and worry 什麼時候才會熄 你不要聽到用電 先 你也不想用電 才會熄機 有得睡就睡 沒有現在 OK 你明白嗎 所以你會留意究竟 大衛講的第二件事 如果你看NASB這個譯本 他講到好像斷過奶的孩子在他母中 或者他講到好像斷過奶的孩子能夠休息在他母親的拜中 頂姊妹的時候 今日我們 聖經講 傳統書講 生有事 死有事 各樣都有事 我們休息也有事 So So The Bible also mention We are timing for the line and the devil also have timing for threats 你有沒有試過 飯到 你睡不到 Have you ever experienced that 不是一件好玩的事 It's not something fun 弟兄姊妹 如果你最近有經歷你煩到 或者憂慮 或者左想右想 想到睡不到的時候 讓我們學習去休息 你會留意很有趣 大衛在這裡提出一種情境 and it's interesting that David mentioned here a sin 停了兩次的課 actually he mentioned twice 他說 哎呦我真是好像斷過奶的孩子在母親的壞中 我的心在裡面好像真是斷過奶的孩子 So David said like a winter child with his mother like a winter child is my soul within him 大衛形容到一個的情況就是 短過奶的孩子 大衛也都說到是心靈裡面好像斷過奶的孩子 And also David said Our soul is like a winter child 大衛他想到一個這樣的情況 And David's in marriage is thinking of that 餵著奶的孩子在每次去到媽媽的面前 都是有一個訊號 So every time a baby would be fed they would give a signal to his mom 呱呱吵 The baby would keep crying now 都得小孩呱呱吵的時候 阿媽就知道了嗎 他肚子 So when the mother heard that his baby her baby is crying 他有需要 原來有需要的情況就是呱呱吵 So when the baby needs help or be fed he cries 我有些見到小孩的时候 那有時 他匹荷吵 媽媽在餵著 他都會罵他 那時候 小孩去到母親面前 因爲有需要 但大衛形容的那個情景 不是餵奶的孩子 大衛形容的那個情景 斷過奶的孩子 斷過奶的孩子 他只能去到母親面前的習慣 就不是因為需要 而是想跟媽媽玩 大衛形容一個情景的時候 他跟母親的關係的時候 不是真的因為有需要才去到她的面前 而是很想親近她 斷下她 所以Derek here is mentioning a relationship that the baby want to get close to the mom but not because of the food rather than want to have a relationship 是不是啊 真的好呢 如果你是小孩 必要什麼什麼的時候 站在你當中 還是你想妳小孩 偶爾逞過來 攬著你 設着你 我猜你都想這些 是嗎 他也想30年 你不想啊,你不想啊 你不想啊 我也想啊 戴慧他看到一種情形 原來今天我們的生靈不是因為有需要 而才去到上帝的面前 而我們願意去到上帝的面前 去依靠他去得到休息 六人的功,做夠啊 享受那種安靜 你還說,我還有東西犯著啊 沒錯,耶穌知道我們有東西犯 但耶穌就跟你說了 煩勞苦擔重擔的人可以到他這裏來 讓他使你去得到安息 或者我們來到神的華語,用神的華語滋願我們的生命 以至我們的生命能夠得到安息 讓我們今天來到上帝的面前 不是因為我們只有需要,我們將問題交給他 讓我們來享受那種的安息 讓我們來享受那種的安息 耶穌在馬後福音第四章 那幫門徒很努力,為他們的生存而去拼搏 拼搏到,他用各樣的方法把水拿出來 但是,他知道他在很危險的情況 但他見到耶穌 聖經形容到耶穌在船尾上枕著枕頭睡覺 一個很鮮明的對象 為生命,為生存,掙扎已經睡不到 睡不到,怎麼努力,都是危險 耶穌知道耶穌知道生命在神的手裏 但耶穌知道我們的生命是在神的手裏 他就安慶 他就平靜 今天,你和我的生命是在哪裏 安慶 在你的神上帝的手裏 所以,保留在你的手裏 聖經 彼得也是曾經在路上不斷掙扎的一個人 聖經曾經在船上潑水 不知道是否跟耶穌說 我們喪命你不顧那個王爺 不知道是否可以死 有可能是彼得的 但彼得當他不斷成長的時候 在他的書信裡說了一些很寶貴的說話 這句說話是他自己的心得 或者鼓勵周圍的人面對困難的秘訣 他説 你們要將一切憂慮射給神 因為去顧念你 將你的問題交給上帝 因為去顧念你 你不要擔心 主漢國 但你最奇妙的 跟著彼得說什麼 他説無要緊守、警醒 因為你們的仇地魔鬼魚道 拷叫的獅子遍地 遊行尋找海灘地的人 你可以將你的憂慮射給神 去經歷神的眷顧 但惡者最不想你將你的問題射給神 當你不警醒、不小心 繼續拿著這些問題 越拿越煩惱 在你的人生就經歷不到上帝的慈愛 與其拿著你的問題去煩惱 不如擁抱著神的慈愛 第三方面 我們一起讀第三節 我們一起讀 以色列啊 你當仰望耶和華 從今時直到永遠 在當中說到 你要仰望耶和華 這個譯館講到盼望 NASB這個譯館講到等讀 學習等待 我猜等待是一個挺好的 貼近大衛的意思 為甚麼 因為你看大衛跟著在第三節裏面 他說 從今時直到永遠 這就是講到時隔 人生很想面對的問題立刻解決 但很多時候 人生裏面需要等待 However Life may lead us to wait 你等不等得 Can you wait 我應該這樣問 你是很有耐性等候的一個人 Maybe I ask like that Do you have a patient to wait 你心不心急 越心急的人 越難學等待的功課 Do you have the patient You don't have the patient Then it's really hard to learn about waiting 很多時候 當我們在等待的過程裏面 我們又擺回自己的意思 以致我們換來又一頭做 有一班人做一個失業 找幾個小孩去做一個測試 他分別跟那些小孩的時候 在你面前有一個硬糖 那些硬糖是給你的 不然我不進來之前 你不要吃我 你吃了就沒有了 大師灣糖是給你的 分別觀察就看到有幾類型的小蚊子 有些小蚊子 一出去 大人一出去 就馬上拿糖來吃 吃了先 或是都是我的 吃了先 這是我的小蚊子 所以我現在可以拿 另一些小蚊子 他經常看著那些糖 不吃得住 但又想鬥下去 一時鬥下去又放下 因為不能吃 但心想為何這麼久還沒進來 但愈看著就愈想吃 然後便會想 哎呀 會不會忘了進來 哎呀 都是不要啦 吃了先 那些小蚊子 有些小蚊子 就是這樣 打遊戲 看劇集 看劇集 做其他事 啊 跟著時間呢 很快過 帶人進來問 為何你不看下糖 遲早都是我的 我 我為何擔心 我看又不會吃得住 不如 與其浪費我的時間 不如把我的時間 做我想做的事 rather than waste my time just looking at it I'll do something else 收到嗎 do you get the point 等待 waiting 你越等不到 越望越煩 越煩越煩 越貪心 越多問題出現 人生裏面好多的問題 我們很期望 很想馬上解決 但有時 上帝容量 我們學習等待 大衛也經歷過被人追殺 大衛在撒母耳裡收到一個消息 我們要做皇帝 要做皇帝 Soul get a message that David 要做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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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會是否因為自己心急等不到 以至讓自己的犯罪 大衛有一個這樣的信念 大衛在詩篇二十七篇說 大衛說 我若不順在活人之地 得見耶和華 因為 我早已喪膽 要等候耶和華 當壯膽 堅固你的心 我再說 要等候耶和華 I'm still confident of this I will see the goodness of the Lord in the land of the living wait for the Lord be strong and take heart and wait for the Lord 堅固你的心 在等待過程 很多時是我們內心裏面的一個掙扎 我們的心不堅固 就落在撒旦的網絡當中 大衛在詩篇一百三十一篇 一個傷痕之事 大衛看到人生成功 或者信仰提升的秘訣 不是一些特別的大道理 而回來一個很基本的信仰 在你的人生 學認定去依靠上帝的大能 不是我們的儀礼 我們認定我們的神 是眷顧去愛我們 我們就學習去安息 學習去教託 人生裏面 我們很想即時 但是相信 等待的時候是最美好 有時在我們等不到的過程 我們用各樣的方法 可能換來有更多的麻煩 生有時 死有時 災重有時 拔出所災重也有時 每一樣都有個時間 讓我們學習和神一起去等待 基徒的信仰需要不斷提升 越來越從自我當中學習去信靠 詩人 在詩歌中有一個這樣的體會 真正的蒙福 是將你人生去依靠著神 以靠耶穆話的人 真有福 因為祂隨時夢輔助 祂能夠承受上帝的賞賜 讓我們每一步都緊緊跟隨上帝的腳步 讓我們一起起立 唱一首詩歌作為回應 Let's stand and sing the response song